我们继续来看 讲到七处三观 摄极灭未患离 其实就是苦极灭道 摄 这个摄其实是五蕴里面的摄 这个摄是五蕴里面的摄 那其实是五蕴 五蕴代表五蕴 后面就摄想形式了 受想形式了 那即灭道未患离 那我们说过 它这个其实就是苦极灭道 那么有些就是直接讲未患离 五蕴里面未患离 那有些就极灭未患离 有些是色极未患离 那不管 那么基本上 那它其实是在探讨 我们的身心现象跟生命现象 那么摄极灭道 它先问 像它后面就 开始讲摄 什么是摄 什么是摄极 什么是摄灭 什么是摄道 那通常 通常如果我们一世帝来讲 它会讲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极 什么是苦灭 什么是苦灭道鸡 如果一世帝来说 好 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 它 第一个我们要问 那 这个五蕴是身心 我们说身心性命 或是生命 我们讲的身心性命 或是我们的生命 那么 它具体 是什么 就是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一种 这个是有落果 一般我们说的有落果 就是三界六道 它 我们叫做五蕴身心 以伯法来讲 叫做五蕴身心 五蕴四肩 它其实就是身心四肩 它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它具体是一种 什么样的存在 其实伯法告诉你 我们的生命 到底是怎么一种存在 它是怎么样的存在 就是我们的身心性命 到底是一种 怎么样的存在 它就告诉你 我们的身心性命 是五蕴合合 现在我们是 就这个经综合来说 那因为它的文就是 色 然后受 想行 事 然后急 灭 未患 就这样一直讲而已 但是这样讲 我们容易不知道 它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要把它综合来讲 就是它是一种 五蕴合合 所谓的身心 所谓的生命 性命 那么它是一种 五蕴合合 而且充满重苦 所以它最后叫做苦 缘起的最后是什么 纯大苦蕴聚集 叫做纯大苦蕴聚 这个五蕴合合 充满重苦 它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纯 无名 原形 行原是 四元 名色 名色 六六六六元处 出原受 受原来爱原起 起原有 有原生老 病死 悠悲苦恼 纯大苦聚集 就讲这样 纯大苦聚 纯大苦 孕 或是纯大苦聚集 那么基本上它就是 无印而合 充满重苦 而且终究是苦的 终究是苦 的一种的一种存在 它要问 那我们的身心性命 像我们活着 我们的身心性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怎么样 它其实就是 从组合来讲 它是五蕴合合 从它的 从 从它的 这个 情况 状况来讲 它是 充满重苦 从它的 究竟来讲 它是终极是苦 大概就告诉你 这件事 所以它 第一个苦地就是 要让你知道 世间是苦 那么 接下来就要问 既然是 这样的存在 那 它为什么会有 这样身心性命的存在 就是 我们的身心性命 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 我们的身心性命 它是怎么样的 一种存在 这是第一个要问的 然后 它会告诉你 它是一种 五蕴合合 有五蕴合合 那么充满重苦 终究是苦的存在 好 那第二个 你就要问 你就要问 那我们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 身心性命 为什么会有 这样五蕴合合 充满重苦的 生命存在 它是怎么形成的 极就是形成的 它就是因 苦因 就是苦极 其实就是苦因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样 这样充满重苦 的身心性命 到底是怎么存在的 怎么存在的 这个 这个里面讲什么 爱 因为爱喜 就是 它是怎么样存在的 它的根本音是什么 这里讲的是爱喜 那我们说过 这个爱喜 这个爱喜主要是 从爱里面来说 其实是无名贪爱 那一般来讲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苦果 是因为有业 业是有什么 有烦恼 那烦恼是以什么为主 无名贪爱 其实是这样 所以就是变成 这个 根本 如果有 由他这个苦 这个苦的 充满重苦的 这个身心 是怎么来的 那这里是讲爱 重点就是爱 那如果我们 从佛法里面来说 那它基本上是这样 莫业苦 莫业苦 那这个苦 是来自于业 业是来自于莫 莫主要就是 我见我爱 有时候 有时候从我见说 有时候从我爱说 那么我爱依然 我爱一定是有我见 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就是他内在 跟他表现出来的 那么所以 如果讲 直接来讲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见我爱 那么这里从我爱说 所以苦的原因 就是我爱 这里是讲 如果直接说 直接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 身心性命的存在 其实就是因为我爱 那么进一步说 就是欲言 欲是怎么来的 欲言当然是由我爱来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才会讲 急是什么 急是爱喜 这里写什么 我看 社吉 什么是社吉 爱喜 没有错 那么所以 所以那接下来就问 第一个 我们要问 身心性命 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存在 是一种充满重苦 的五蕴和合的存在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告诉你 什么是社 世大 及世大所造社 但是从 有因有缘世间 及有因有缘世间 灭来讲 这样的社 无产故苦 所以他后面讲 无产故苦 所以它是一种 苦的充满重苦的存在 因为苦 我们才要 有灭苦的方法 没有苦 我们就不用 灭苦的方法了 所以他第二个要问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 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样充满重苦的 身心性命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形成的 简单讲 就是因为爱 我爱 贪爱 那一般来讲 我把叫贪爱 最有名的 于痴无闻凡夫 无名所富 贪爱所欺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济 讲的就这件事 讲的就这件事 好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 那么我要如何 我要如何才能够 不再有这个苦 就是说我要如何做 才能够 这种充满重苦的 身心性命 我要如何才能去除 要如何去除 他底下来说什么 射灭 要灭什么 灭什么 他底下有讲 灭要灭什么 灭贪爱 对啊 有没有 爱喜 世明色己 有没有 极灭未万里 有没有 色灭如实之 什么 色灭如实之 要灭什么 有没有看到 你们没看到 对啊 灭爱喜 那因为爱喜是因 爱喜就是贪爱 你看色灭 你看色 色 色己 色灭 然后色灭道基 这个是色灭道基 他就讲这个嘛 然后后面我们再来讲 所以他 基本上 我们白话讲 因为这样讲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一段一段 好 第一个 色 那什么是色 四大喜 四大所造色 他就是五蕴和合 那其实他不是在讲色 他是在讲五蕴 他不是在讲五蕴 他是在讲这个身心性命 那他重点也不是在讲身心性命 重点是在讲苦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苦几面道 所以你们要这样才会了解 苦 那么身心性命是一个充满 充满重苦的存在 那为这样充满重苦的身心性命 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贪爱 这里写爱喜 那其实 佛法都说贪爱 我说我爱 我爱 我说因为贪爱 那我要如何做 我要如何才能够 不再有这样充满重苦的身心性命 那因为贪爱是原因嘛 所以要灭什么 灭贪爱 那底下就讲 色灭道具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灭贪爱 要怎么样 法正道 就这样嘛 好 那这里呢 那具体来讲 那我要 我要怎么修 要一八正道 我要怎么样一八正道 来灭 这个充满重苦的身心性命 才能够把它彻底灭除 我要怎么做 具体来讲怎么做 好 那具体来讲 就未换你了 那么色位 就是 那么这个色我们记得 我们都把它放到五蕴里面 色受想行事 色 那么色位 受位 想位 行位 四位 那位就是什么 懒着 贪爱 他就是贪爱 贪爱懒着 那一般 一般把贪爱分成四个层次 就是贪爱 欢喜 爱乐 懒着 欢喜 赞叹 懒着 坚住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 我们说 如果他用他的不同形态 欢喜 赞叹 懒着 坚住 欢喜 这个是 阿含经里面常用的 欢喜 赞叹 懒着 那懒着不舍 这就是坚住 懒着 一直懒着 相续懒着 那个就是坚住 好 他是分这四个层次 那如果 如果从他的类别来讲 他又分四个层次 刚才我们就讲 就是 自体爱 境界爱 自体爱跟境界爱 那自体爱 自体爱 就是 对自体的懒着 对现在自体的懒着 对未来生命延续的渴求 那么我们又叫做 自我爱 可以这么讲 自我爱跟后有爱 后有爱 自我爱就是对现实身心 对现实这个身心的拦走 后有爱是对未来 生命永恒的渴求 不一样 那么这个境界爱 就变成什么 比比喜乐 喜滩俱行 喜滩俱行 是对现有的 一样 这个是对现有的身心 这个是 对现有的境界 对现有的这些境界 我的 我的 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儿子 我的车子 我的 我的什么 这些 那么比比喜乐 喜滩俱足 喜滩俱行 喜滩俱行 那么对未来 我现在没有的 但是我希望拥有的 渴求 一样 对未来的生命 对未来的 殊胜的五欲 追求 对现有的五欲 染着 对未来的五欲 渴求 对现有的身心 染着 对未来的生命 渴求 就这样 所以 比比喜乐 这个应该大家 我要写清楚好了 一个自体爱 一个就是自我爱 一个就是后有爱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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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滩俱行 这安安经里面的 这大家之前都知道了 喜滩俱行 这个是比比喜乐 好 那我们就这样 记就很容易记 比比喜乐 那么 写的 就是对现有的生命 身心性命的染着 对未来生命 永恒相续的渴求 那这个是 对现有的五欲 这些境界 染着 这个是对 没有的 这些五欲境界 追求 那么 基本上 这个就是爱 色受 想行事 那他具体在问 那 这些爱是怎么生起的 怎么生起的 怎么生起的 这个胃怎么生起的 怎么生起的 处嘛 受 受 它就是有 胃 他胃是怎么生起的 那么 色 受 他讲 对这个色 他就是怎么生起的 对色 对受 对想 对行 对事 对爱 他怎么生起的 那么 对这个物质的 身心的 比如说 这个四大四大手造色 对这些 这些境界 那染着 那对这个色 染着 那色怎么来的 因为处 这些都是因为处 因为处 那处是什么 跟城市 何而生处 感官 面对境界 起 虚妄分别 有 爱染心的 爱染心的 分别 那么就产生 这个受 他有苦受 就是说 他对于这个受 不是 感官面对境界 会有这个受 意识分别 跟城市 会有这个受 那在这个受的时候 你把这个爱染心 放进去 欢喜 赞叹 染着 那么夹杂的这种 自体爱 境界爱 那么 他就有什么 在苦受 热受上 染着 他就是胃 在这个 在这个印象上 染着 那么 他就是 胃 在这个思虑上 照做的之前 那么坚决 那么 这种 染着 那么 他就是胃 在认识上 染着 这个是认识 那这个是 了别 那 你 有 染爱心 去 直取他 那么 这个就是胃 这个就是胃 所以 当你 把 我爱 放进去的时候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 无取运 在放进去的时候 那么 他同时产生 一种力量 那这种力量 相续的时候 那么 他有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 让你以前 已经照做的 他成熟 也成熟 那么 这种成熟 他会显现出 所谓的苦 那么 未来又会相续 就是发跃 以论生 这个 成果之道 里面讲到苦 里面讲到 也讲到这个 那么 所以 你要从这里 比如说 他从色 你不去贪这个色 就是 贪这些境界 那么 这个受 心里的 这个是生的 这个是心里的 那在这个受 苦受热受的时候 那么 你深苦 心不苦 心不起贪害 不起震恨 没有爱证 那么 怎么样才能够 没有爱证呢 你要控制 你要先觉察 如实之 那么 觉察之后 你要控制 所以 发跃到的是 正见正思维 正见就是 正见正思维 就是 境界来的时候 你有正见 你有正思维 你能够觉察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那你能够觉察 我是什么样的烦恼 我现在是这种感受 感受是怎么来的 感受当然是 一个境界 哪要来的啊 那 佛陀也有感受啊 凡夫圣者都有感受 问题是 感受之后 起什么反应 圣者凡夫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在这个 在这个阶段下手 那么 在起感受的时候 你要清楚觉察 它是一种感受 这个是身心反应中的 一种 必然的结果 那么 现在 现在 我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爱 有没有这个贪爱 有没有爱正在里面 如果有 那我要怎么去除 如果没有 我要怎么保持 那基本上 就从这个地方 那如果有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觉察 所以正见正思维 你要去想 你要去了解 他八正道当然是 也有一种具体的说法 但是如果在这里的话 就是 你的观念要非常正确 那你的方法 要非常的正确 那么正与正业正面 就是 你不会把这种爱正 带到什么 带到 语言里面去 因为受想师 后面就有什么 就发动身口 就动发身口 就有行 就照做 所以在你的内心 乃至于 因此而动发身口 你都是没有 夹杂爱然的 但是一般 我们不容易做到这样 所以一开始 觉察之后 就是要控制 不让它范围扩大 不让它时间延长 不让它程度加重 要不然 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 会怎么样 会加强 就越来越强烈 那你的印象会加深 那你的反应就加速 就自然而然 习惯了 你就自然而然 脱口而出 完全类似像这样 那么 这个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要控制了 那么你先要知道 这种状态 就是说 你那个目标要很清楚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 充满重苦的生命 因为根源在于 根源在于 我见我爱 那这里一般 有些从我见说 有些从我爱说 那有一些综合说 又有我见我爱说 那么这里 这里重明就从我爱讲 那不管是 断我见还断我爱 那一般来讲 无名所乎 爱解所习 无名断者 无名断者 会解脱 贪爱断者 心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也讲 你们来看 他这里也有讲 前面就讲 会解脱 心解脱 所以他这里讲 最前面有没有 以此法得漏尽 没有烦恼 无漏心解脱 会解脱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这个先让大家知道 所以他这里讲 爱喜灭是色灭 如是色灭如实之 如实之 那色灭道姬如实之 就八正道 那么色灭如实之 我们现在讲 色灭如实之 为色灭言生喜乐 现在就是 那具体怎么做 具体怎么做 好 那色灭 我们记得把色 后面都是受象形式 因为五印的灭言 那么生喜乐 四名色灭 那么如果从这个五印来讲 那色是什么 色生香味醋 都是色 那五印里面的色受象形式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有感官 色生香味醋 那么就是眼耳鼻舌声 所对的 针对的 眼耳鼻舌声的需求 就是感官的需求 感官的需求 就是有五种感官 眼耳鼻舌声 这个五印的色 就是六处里面的眼耳鼻舌声 就具体 你要具体来讲 就是我们对这个身体 因为身心 它通常就是分成两个 那么身体 身体的喜乐 爱好 贪爱 对 因为 它这里讲 色因缘生喜乐 因为身体的需求 那么 生起这个贪爱 的爱乐 每一个人的爱乐不一样 所有的众生都不太一样 所以生起这个喜乐 欢喜 赞叹 懒卓 坚助 那我们说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 自体爱 境界爱 那么这个是色畏 拦着 卫着 拦着 贪爱拦着 这个是色畏 如实 色畏 如实之 好 那 未换理就是告诉你 那具体怎么做 你 你 五印身心 我们的五印身心 到底是一种 怎么样的存在 是一种充满重苦 五印何合的存在 那 它是怎么形成的 色籍 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成 根本原因来讲 是因为什么 因为爱 贪爱 这里 这里说 根本原因是因为贪爱 那 那 怎么样 我才能够 不再有这样充满重苦的 性命 生命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 不会再有这一种 充满重苦的生命 要断贪爱 因为根本在贪爱 我要怎么断贪爱 要有正当的方法 发生到 那具体来讲 要怎么做 好 就是具体来说 贪爱都在什么时候 在哪里 怎么生起的 好 那它就告诉你 在哪里生起 在六根对六成圣上生起 在感官的需求上生起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些人来看 色因缘生喜乐 就是因为这个身体 这个色 现在讲色 色因缘生喜乐 因为你看 你这个身体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睡好的 那么 听妙生 见妙色 听妙生 长妙味 那么 得妙处 色生香味处 那么 闻妙香 那么 这样就生喜乐 基本上喜乐是这样子来的 就无欲 妙欲 好 那么这个叫做色味 这个叫做你揽着这个 所以老子说 无畏令人目盲 五阴令人耳聋 那么 这个叫做色味 那么你 如实知 如是色味 如实知 当你在染着 眼耳鼻舌声 在染着色身 相味处的时候 你 完全清楚 如实知 就是如其事实而知 它事实是什么 它是无常的 它是苦的 你先要知道苦 所以苦地 第一个就是 事件事苦 此事苦 逼迫性 它终将逼迫你 会让你受苦 你如果一直拦着 那么 它终将让你受苦 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个 如实知 我们用白话讲 其实就是 完全清楚 彻底明白 究竟了知 你不是 你不是知道片面 不是知道一部分 不是暂时知道 不是 完全清楚 完全清楚 彻底明白 从头到尾 你都知道 你看清楚 究竟了知 你知道这个 好 如其事实而知 当你在染着这个时候 你不但知道你在染着 你还知道这样的染着 终究会 你的苦是这样染着来的 你现在的苦 充满重苦的生命 就是这样染着来的 你现在在继续这样染着 你未来还是继续 有拥有这样充满重苦的生命 这个就是如实知 那么 你不但知道你现在 因为你就问这些 苦色 色极色灭 色灭到 就苦极灭到 为患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要止苦 那么你在染着这个 你在染着这个五欲的时候 这个就是色味 你在染着这个五欲的时候 那如果瘦的话 就是染着这种感受 热瘦 那么就是 如果想的时候 就是染着这种 充满美好的这种印象 那印象会加深吗 那么感受会加强吗 那不断不断 它会越来越强 那种热瘦苦瘦都会加强 如果你越想 它就越强 越强烈 那印象也是 越想就越深刻 那么 私律也是 行 私律 抉择 神律 它越想 越深入 基本上这个就是 我们的习惯 所以它告诉你要 从这个地方下手 所以它叫做什么 色味如实之 那因为色因缘生喜乐 那么色因缘就是 因为你贪爱这个色 所以 你贪爱这个色喜乐 所以 这个叫色味 那么 所以你要如实之 就是 当你 第一个 你如实之这个色 其实是无常的 苦的 身心是无常苦的 一切境界 它终究 它 它是无常的 苦的 当它变异的时候 当它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现在所爱的 包括你的身体 包括别人的 包括你所拥有的一切 当它产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会苦 那么它一定会有变化 所以你终究是苦 你一定会苦 那么它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也可能苦 它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也可能苦 所以苦苦坏苦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行苦 当它产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苦 因为你拥有的 那个乐不存在 你拥有的 那个美好的印象 不存在 那你 你所拥有的 一切的乐 它消失了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苦 那有时候是 本身就是苦 所以这个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了 所以它这里告诉你什么 我们说 我们现在往底下看 如是色畏 如是之 你想清楚了 那么云和色患 好 那么你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这个身心本身 这个身心性命本身 是无印何合的 它没有那么真实 那么当你懒着的时候 你是由于懒着 爱懒 贪爱 或是贪爱这个身心 或是贪爱这个境界 所以你才 才过去 过去贪爱这个身心 跟这个境界 那么你才会有这样的生命 才会有这样 充满重苦的生命 那么你现在 再继续这样贪爱下去 你未来一样 还是会充满重苦的生命 那就不断的循环 所以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际 它告诉你 都是这些 好 那现在 既然是这样 所以你要先清楚知道 你要先清楚知道 这么一回事 那个叫做如实之 色 色 如实之 其实就是苦如实之 这里的色 其实就是苦 苦如实之 好 那么 所以为 当你正在懒着的时候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照业 通常主要就是两种原因 一个就是无知 你在懒着 在起贪爱的时候 你不知道 第二种就是 你知道 但你没有力量 你控制不住 所以他还是做了 那么一 这样就发业论生 那么就会造作苦 那么所以 你必须要养成 我们说过 养成两种力量 第一个就是 清楚地知道 觉察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 让心有力量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我心的力量 那这个就必须 我们说把整道 比如说修定 这个念 然后第一个控制就是戒 定就是 让心有力量 那所以 基本上 他这里 他告诉你 色患如实之 那么 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那么 为什么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除贪爱 我才不受苦 他会告诉你 那么 如果我有这个苦 因为你要清楚知道 我们刚才讲 未患 都其实就是这样 假设 你现在正在染着 你现在正在染着 起爱染 那你知道 爱染是苦因 是你这个充满重苦 生命的 根本原因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 就是色患如实之 那色味就是 你染着这个色 你如实之 你现在在贪着这个色 如实之 那你对于这个色的组合 这个色的来源 你也如实之 那么你就会知道 那如果你继续贪着这个色 那么你未来会继续受苦 那么 一定会受苦 终究是苦 为什么 因为他色无常 苦变一晚 不管你现在拥有的 那么不让你受苦 未来也必定让你受苦 包括你的身心 那么他终究 是要走向老病死这一条 包括你所拥有的境界 不管多美好 他终究要离你而去 所以这个叫做患 患就是过患 就是他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不好的影响 如果我继续这样贪爱 那么他会给我带来 什么样不好的影响 所以一般叫做 知其过患而能远离 要先知其过患 那你要先知道 过患在哪里 那你都不知不觉 那哪里 你哪里会要远离 就好像 你都没有闻到臭味 家里死了一只死老鼠 臭很久了 你都不晓得 你都没有闻到味道 你也不以为意 那他就一直臭 而且开始 开始有霉菌 开始有病菌 就影响你了 那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怎么生病的 那个水塔里面 给人家放了一只死老鼠在里面 你每天喝水也没有感觉 那就天天喝啊 以前不是有一个人 把那个尸体 丢在那个水塔里面 那么底下的 全部都喝那个死水 也没有人知道 那比较敏感的 他就会知道 那么好 那么所以一样 这个苦 正在产生的时候 你不知道 产生之后 你也不知道 那么你就会一直受苦 所以这个苦因 就是爱 贪安 所以他告诉你 色患如实之 若色 因为为什么说 他终究是苦 为什么说 他充满重苦 因为我们的 对你所执着的 现在从色来讲 感受也是这样 色受想行事 都是这样 或是后面的 色身相位触法 都是这样 那么 他是无常的 因为他插纳插纳生命 有违法都插纳插纳生命 那么既然是无常的 他就一定会变化 那么如果会变化 你执着的 他产生变化了 那么 他就会产生痛苦 所以 这个是要做什么 色患 因为 其实色患就是 你贪爱产生的过患 因为 先有色味 才有色患 没有色味 哪有色患 那么 如果你不执着这个身 那么这个身产生变化了 你会不会痛苦 不会 不会 一样 像佛陀的身体 要露面 他也不会觉得说 他告诉弟子 有些 还没正阿的话 他会哭 那么 他告诉弟子 这个身体本来就会坏的 哪有人要坏的东西丢掉 会那么伤心的 不会啦 他本来就会坏的 这是 你看就不一样 阿罗汉只是觉得 阿佛走得太快了 一核击栽 那其他的就 还没断过爱的 还没断过爱的 那么基本上就会 哭得很厉害 很伤心 觉得 就是对佛陀的那种贪爱 他也是一种爱 那么还在 那么他就会产生变化 就哭得很伤心 包括阿难 阿难才正出国而已 出国还有贪嗔痴 一样 好 所以这个是色患 如是色患 如是之 就是 那么他会产生的过患 你要清楚 要完全清楚 要彻底 彻底明白 要究竟了知 那么 如是色患 如是之 好 那么 那么我已经知道了 我清楚知道 贪爱造成的过患 然后呢 然后要想办法远离 那怎么远离 其实 就是八正道 就是八正道 那所以他这里 取出三个 就是对这个贪爱 对这个色慰 对这个色慰 其实就是贪爱 对于你所贪爱的色 色慰嘛 色患嘛 那么你所贪爱的色 其实由你所贪爱的 境界 不管是自体爱 境界爱 那么怎么样 调腐欲贪 断欲贪 月欲贪 好 他这里有三个层次 那 道 其实就是八正道 那这里讲的是 调腐 调腐 那因为 他就是玉滩 其实就是贪欲 贪爱 这里就是玉滩 那玉滩 其实是第一个层次 玉滩后面有色滩 无色滩 那玉滩是针对人说的 针对人说的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调腐欲贪 但是具体来讲 他就是贪爱 他就是贪爱 那贪爱一定是因 因无名 就是我见我爱 我们说有时候 他就贪爱说 贪爱断了 叫做心解脱 那心解脱也是解脱 也是阿罗汉 一般来讲 心解脱跟未解脱 有时候是等同的 只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讲 就心不再受贪爱的细福 贪爱是细福 贪爱是细福 无名所富 爱结所细 没有细福就是解脱 那无名叫做会解脱 这个是前面 应该是不知道第几经 就前面有几经的 会解脱 所以他一开始就讲 那么这里主要是从贪爱说 贪爱说 那么贪爱断了 无名就会断 那么所以他这里调谷 调谷谷谈 是从第一个层次来讲 其实 究竟来讲就是调谷谈爱 那他这里也写 他这里写爱喜 他这里写爱喜 那么第二个就是断除 第三个是越 超越 调调谷谷满 他这个是我写他写什么 调谷玉满 断玉满 越 越 越就是超越 应该这么讲 他是 这个是我们加上去的 这个是我们加上去的 超越 越玉满 调谷谷满 断玉满 这个是离 它写的是色离 那么色离其实是离苦 因为这个色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 其实它就是苦的代表 其实说你要怎么灭苦 其实是这样 具体来讲 前面是苦即灭到 前面是我们这个身心圣灭 具体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告诉你是一种五蕴合合 充满重苦 而且终究是苦的存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充满重苦的生命存在 因为贪爱 那我要怎么样 才可以不再有这样 充满重苦的生命存在 要怎么样 要灭贪爱 那我要怎么样灭贪爱 要一发正道 那具体来说 具体来说 我要怎么做 第一步就是 你对你所贪爱的 你要清楚 你在贪爱什么 你在执着什么 你要清楚 先知道这边 我在哪里生起贪爱 我贪爱什么 我贪爱的程度到哪里 你先具体知道这个东西 你都不晓得你爱什么 你要怎么断 你都不晓得你有什么病 你要怎么用什么药 所以你必须先知道 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然后才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像水管在落 你在那个柱山头 那个水管在落 那个山那么多 那个水管 你要先知道水管是在哪里落 你才能够去补上 对不对 所以叫做有肉 我们的烦恼 你必须先知道 现在的真结就讲一个叫贪爱 烦恼有很多 但是主要就是贪爱 你要先知道 你在贪爱什么 为什么 你在贪爱什么 从哪里起贪爱 那你会从哪里起贪爱 从炎而鼻舌身 对射身相畏处起贪爱 不然从哪里起贪爱 那从五蜜里面就是 射受想行事 起贪爱 在我的身体上 在我的感受上 在我的感想上 在我的感觉上 全体房就这些 我起贪爱 对感觉很好 这个感受很好 你在这个部分起贪爱 那么你先要了解 你要清楚 叫做如实之 你要完全清楚 你不清不楚 你要怎么样解决它 所以它这里就是教你 这套修行方法 那你不要被那些文字 弄来弄去弄到 不晓得你是怎么修的 不是 它就是这样 好 那调腑一摊 那么其实它就是八正道 它就是什么 调腑就是定 那么你要怎么调腑 调腑就是让它不起 调腑让烦恼 令烦恼不起 那你有禅定 你就让五欲不起 那么或者是 那个戒 戒是什么 还有戒 比如说八正道 那么 前面 前面要觉知 那么你在调腑烦恼之前 你要怎么样 要有控制烦恼 这个是 这个是调腑烦恼 那前面要有控制烦恼 其实我们就说这个 要控制烦恼 就是你没有办法压制它 但是你不会让它一直扩大 你凭什么不让它扩大 因为你有绝账 你现在心还处在无力的状态 那么就好像人家没有力量 那你现在手麻了 一只蚊子咬你 你都没有办法举手赶它 没有办法 那么你处在一种无力的状态 所以你先要控制它 控制你的心不相续 烦恼的势力不让它扩大 烦恼的时间不让它延长 烦恼的次数不让它增多 那么进一步调腑烦恼 那调腑烦恼能够断除烦恼 这个是会 就有肉会 那么断除烦恼 最先断除的就是三浅 我见 那这样就好了吗 还没好 还有其他的烦恼 比如说你把玉滩断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涉滩如涉滩 玉滩断掉了正三果 还有涉滩如涉滩 所以你还要断尽烦恼 当然这个断尽烦恼 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你断尽烦恼之后 那么你就超越生死 你就超越生死 但是如果从这个来讲 我们可以做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你要调腑烦恼 第二个就是你要断除烦恼 那第三个你就是断尽烦恼 断尽烦恼 那这个就是超越 超越什么 超越生死 超越生死苦海 你就不再受苦了 那么你断三劫之后 你可以保证不受三恶道的苦 那么如果你断除三劫 就是断除我见 主要是我见 那就是我爱 我见 那么你可以不断三恶道 如果你把那个浴滩断掉了 你把浴滩断掉了 你不会再来这个五欲 你不会有再受五欲的苦 因为你不断除五欲了 你完全不断除 色身相畏畜的五欲 完全不会 所以你只有在 色界五不还天里面 那么你的分断生死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一部分已经没有了 因五欲有有的苦没有了 但是你因这个生命的苦 还是会死 还是会死 但是到五色界里面 也没有什么老跟病 那么所以他的苦已经减少了 已经很薄了 那么你超越了 就超越生死苦海了 所以一般讲超度超度 超越 超越生死 度脱苦海 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要 所以要调辅 要断除 要超越 那么基本上 前面就是要觉知 要如实知 所以他这里是控制烦恼 所以前面要有正见正思维 那这里就是正与正业正面 正与正业正面 那前面如实知要有正见正思维 然后面就正经进正念正定 然后引发五欲会 开始断除烦恼 那么无漏会继续 那么又断除所有的烦恼 那就超越生死 那就这样 然后因为正念正定 又引发初世间的正见 就断除 就无漏会 有漏会 从有漏会到无漏会 从有漏会到无漏会 那有漏会是文师修 无漏会就是正会 那么无漏会就断除烦恼了 那么一直把烦恼断去 超越烦恼 超越生死 你不再受烦恼的束缚 完全不再受烦恼的束缚 这个 这个是断掉粗的烦恼 还有细的烦恼束缚 色谈如色谈 那么这里大概 那前面 前面很重要的就是要如实知 就是你要觉察 所以我常常讲 就修行就四个层次 从断我爱来讲 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那么 这个调腹烦恼 断除烦恼 到断除烦恼 彻底究竟的断除烦恼 就超越生死 这个是真正的超度 叫做超度累劫 冤亲在主 你多生已劫 的那种系辅 多生累劫的那种系辅 全部没有了 一时割断 完全解脱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叫做色患如实之 原来色里如实之 就是对这个欲贪 这个色其实就是欲贪 那其实就是贪爱 调服欲贪断欲贪 就是对这个色的贪爱 你调服了 而且你断除 而且你就近断除 这贪爱 这个叫做什么 离 色离 那么色离如实之 到这里是一个阶段 叫做苦极灭道未换离 从经典的说法 叫做色极色灭 色道 色道 色灭道基 那么未换离 就五蕴的未换离 五蕴的未换离 那么你如实之 那么色之后就是瘦 色之后就是瘦 那瘦我们知道 瘦是情感作用 那瘦是哪里来的 从处来的 就是六根对六成产生的 那么有感受 我们来底下看 那么云和瘦如实之 那么色是物质上的 身体上的 那么可以说是生理上的 这个色是生理上的 身体跟眼耳鼻舌身 色身相位处 是这一部分的 那么瘦呢 瘦是心理上的 那么详细的来说 就是瘦想形式 那么从瘦讲 感受情感上的 那众生就是 两大 一个就是有情爱 一个就是有情事 情爱的迷茫 情爱的迷门 所以它就叫做 我爱 我所爱 情事上的迷茫 它就是我见 我所见 那所以众生 做这两个特点 我见跟我爱 那我爱 我见 那么在 在这个身心上的作用 它基本上就是 瘦想形式 所以叫做无曲印 所以又叫做 五瘦因 覆盖 好 那我们来底下看 云和瘦如实之 为六瘦 所以这里就讲六瘦 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 具体怎么修 让你知道 我的贪爱 到底都是从哪里生起来 因为你必须要先知道 贪爱从哪里生起来 你才知道 从哪里下手去断除它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从哪里生起来 眼触身瘦 所以它告诉你 瘦是哪里来的 五蕴色受想形式 五蕴色受想形式 我们说 这个身心 色我们说过了 未换理 然后现在瘦 瘦 它是情感作用 情感的 那么知情意里面 它是属于情 情感的 它就是感受 那瘦怎么生起的 这边的瘦想形 这个是从心理来说 这个是生理 这个是生理 刚才讲的是生理 那么生理包括 包括 那么这个 我们说 五蕴里面的色 然后眼耳鼻舌身 那么色身香味处 它的重点在色身香味处 这个叫做五蕴 五蕴 妙色妙生妙香妙味妙处 那么你染着 你的心染着 那么在这里 所以叫做色味 那瘦味 那瘦怎么来的 瘦基本上也是一样 眼对色 那么产生有所谓的 眼对色 然后有色 色分别 色 了别 眼色了别 这个色分别之后 那么依你过去的 我见我爱 依你过去的习惯 再产生直取 那么就 它产生什么 产生瘦 所以这个叫做 跟成事 合合生处 跟 成 是 合合生处 处是感觉 心理反应 纯粹是心理的 那么处里面有 处 受 想 吃 受 想 吃 就是这个 处聚生同时生起 同时存在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 好 我们先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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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